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斯丹利 在上一集的《異和团与世宅和神区的正义知识论》 两位主持人上司 在1900年那个根子年《異和团事件》 说八国联军是出师有名 令到共和中国的诞生 而相反 在两人的眼中 《異和团的扶青灭羊》 揽杀那些羊人羊教士 和中国教会信徒 连孤儿园的弟弟都不放过 所以定性去地是 无差别的恐怖袭击 此外世宅 提到英美两国 特别是美国 将根子赔款是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 所以 justify八国联军乃正义知识 并且用一个analogy 对比晚清政府 和今天的习近平政府 认为权匪共匪都是匪 被人一个的寓意 眼皮下的今天中国大陆 分分钟会遇到八国联军2.0版本 其实在去年3月 新疆棉事件 中国战狼华大麦华春莹 就已经警示国人 说英美租欧洲国家的制裁 就是发动着新8个联军 cut it short 神区世宅两位主持人 跟中国大陆的教育和主论调 在正义知识一件事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世宅和神区是argued 1900年根子连事件 二和团是一班暴徒 跟香港现时的国安警察政府 涉反修例运的fullblock青年人是黑暴一样 关于这一点 Stanley 迟些会再做一条片 会特别讨论 讲回二和团 跟世宅神区很不同 中国大陆是会是二和团事件 是一场运动 即是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和人民眼中 二和团才是真正的正义知识 在学术上跟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 社会科学的题目 比如2020年香港中学文贫考试 DSE的历史科试题 问考生是否同意 1900至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与弊说法 这些社会科学的题目 在学术上你是可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 根本yes or no就不是重点 而一般的评分标准是会基于你的理据 在逻辑思维 究竟有没有support 即是说只要讲得通就可以了 就好像世宅 他会用到美国将根子赔付 作为新中国的教育基金 而根子事件 八国联军是出师有名 那一次的行动不是侵略 而是拯救各国领事的救援行动 在某个程度 这两个的论点是justify 会考比分应该可以拿到个B 至于神区argue 说中国人应该是要 反清复明 Waterden 二和团的口号 扶清滅羊 关于这个论点 会考的评分基准 就分分钟拿个fail 原因由晚清 共和中国 以至今天的中国大陆 他们都是强调五族大同 五族共和 和56个民族 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 做不做到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始终和晚清列强入侵中国 是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 即是二和团的扶清滅羊口号 无论是今天的中国大陆 或者是共和民国 或是晚清七十年 在过去两个世纪 除了中国的教徒 和不受到国安管制的香港人 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 是会同情他们 甚至有不少人 对比八个联军是正义之师 会认为二和团事件 是一场的起义运动 其中一个的原因 which is 世宅 和神区 是没提及到 就是今集的主题 巨野教案 图中一块 类似黑色大理石的纪念碑 中间的大字就写着 巨野教案为止 上高就写着 是属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下款就提到 山东省革命委员 和巨野院的革命委员会立 时间是1977年的12月23日 即是说巨野院在山东省里面 而巨野教案又叫曹州教案 事件是发生在1897年 11月1日 1897年 即是二和团事件 1900的根子年 差不多是两年半之前 11月1日 就是天主教 圣公会和东正教的朱胜节 和北美的Halloween是差一天 在那一个的晚上 在巨野院的张家庄 的天主教会 又来了两位德国圣言会的神父 叫做林方济 和杭里嘉略 他们本来是帮助日日 即是11月2日 教会里面的安云尼莎 献唱那些安云曲 但怎知在11月1日 当晚 这两位的神父 就被二三十个武装 襲击者杀死 关于这一件事 当地教会的铸塘神父 涉田之 就认为邵氏的原因 是和曹家庄的典育长有关 原因是由于那位典育长 和一位归依了天主教的有钱 亲戚发生了争执 因为后者用宗教的原因 而拒绝支付当地寺庙宴席的费用 简单来说 巨野家旺的起因 就是由于 曹州的典育长 因为去的一位有钱亲戚 以宗教的原因 而拒绝分担一贯 给开的寺庙宴席的费用 很可能 那一位有钱的乡亲 在未归于天主教的时候 就是曹州寺宴席的大水猴 现在很可能 就和各位典育长说 是巨野院张家庄 的鬼佬神父 涉田之 说信了天主 就不可以参与寺庙的饮宴 所谓信与不信 不能同负一压 就如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 为了其他 信耶稣的弟兄的信心缘故 就不要到寺庙里面 参加他们的宴席 故此这位有名望的乡亲 说给曹州典育长 我现在已经是洗了礼 入了教 所以从今以后 寺庙里面的什么什么但的饮宴 我都是不会参加 也都不会捐钱 那当曹州典育长 因为缺乏了一条的大水喉 过往的寺庙宴会 可能有鲍鱼海森的盆菜宴 但是没有了这条大水喉 就纷纷会变成苗街那些的那炸面 那可能做那碗那炸面 做到咖喱鱼蛋又没鱼味 猪皮又没咬口 猪红又一甲就散 而碱水味又没冲干净 最惨一条大肠还有鱼 所以曹州的典育长 就和苗宇的一帮的乡亲 就认为破坏那条村的饮宴 习族的始作俑者 就是那一位在巨野院张家庄的 红素绿眼翻鬼佬神父 涉田芝于是就在诸圣节那晚 糾纱一帮的乡民 就希望替天行道 解决涉田芝神父 但是怎知道那一晚 由于教堂来了两位的宣教士 涉田芝就让了自己间房 被两位宣教士过夜 而去自己 就去了一间空置的厂房里面睡 那结果 那两位 准备参加日日的安云尼撒的神父 就成为替死鬼 而一宗血案 不单只是军动城国的巨野院 而德国宣教士被杀 在德国里面 亦都十分之重视 甚至乎将两个 宣教士被杀的情景 画成画作 给德国人知道 在巨野发生了杀德国宣教士 教案的两个礼拜之后 德意志帝国就以杀全教士为理由 而占领了山东省的江州湾 不单如此 在德国的威胁下 清政府就被迫 罢免很多的山东的官员 包括山东的秦府 李炳咸的职务 并且是要用公帑 在祭陵 曹州 和巨野 收建三座的天主教堂 并且是要支付 被襲击的市团 赔偿三千两银子 而满清政府 还要在那些地区 帮他们建造七座 防御设施的建筑物 除了德国是强迫 晚清政府 租借江州湾 给他们九十九年 和赔偿 给孙教士的市团 银两 兴建天主教堂 和在七座的防御城 巨野教案 另外一个的恶果 就是西方和东洋列强 有氧学氧 沙俄帝国 大英帝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和大日本帝国 他们一个一个仿效德国 向晚清政府 争夺殖民地 当中德国 就在1897年的11月 就要清政府 签了那条叫做 交澳租借条约 而沙俄 就在1898年的3月 和5月 就逼清政府 签了那条的 旅大租地条约 和续约 将旅信和大连 就租借了25年 而至于大英帝国 就在1898年的7月 就要清政府 签了那条叫做 他就要清政府承诺 不可以将福建 做法兰西 就在1999年 而法兰西也是一样 在1899年的11月 要清政府签的 那条叫做 广州湾租借条约 跟德英两国一样 一签就是99年 而至于大日本帝国 因为早前的马关条约 就拿了台湾和澎湖 所以在1898年 他就要清政府承诺 不可以将福建 被其他国造去的殖民地 故此 二和团在根子年 即是1900年的 浮青灭羊事件 那个的起源地 就在山东省 原因就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一宗的巨野教案 整个山东省被人罚到 妈妈都不认得 而更甚的是 英美日俄 四大帝国的贪男商 跟德意志帝国有样学样 将当时的中国 几乎所有沿海的地方 全部立了 故此在结束这一条片 Stanley反问大家 如果你们是计算这个巨野教案 和之后列强 是怎样脅迫万青政府 去签那一连串的 99年的租借条约 你们对于 世宅说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 又或者神区 说二和团的扶清滅羊 的口号 应该是反清复明 你们会怎样给你们打分 好 今天Stanley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